好 最新的现场来看这个偷窃手法实在有够狡猾 板桥证明贯切到某间百货钻石专柜 用铁丝伸进展示柜来勾走了三纸钻戒 而且屡时不爽 明镜记者徐一平带我们来分析了解 来看最新的现场 好的 主播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上个月12号这名黄姓男子 他用电视天线的前端剧作成钩状 涉嫌勾去板桥中山路 一家营楼展示柜内的钻石手链 不过呢 当场被巡逻园警逮个正招 不过呢 警方清查他的犯案手法 发现呢 跟知名百货的珠宝专柜 三个钻戒的失窃案手法相似 前天呢 警方到他的家中 搜出犯案时所穿的衣物 二度将这名男子逮捕 警方指出呢 谎姓嫌犯当时呢 就是利用百货公司快要打烊 比较没有人的时候 两度呢 将细铁丝神鹿展示柜中 一公分的缝隙里头 窃取了总价五十多万元的三纸钻戒 最后呢 只借卖了七万多元 而这些钱呢 全部都被这名男子 拿去买毒品吸食了 这名男子平时是个水电工 没有想到他利用所学的专业 竟然拿来偷窃钻戒 现在却被警方逮捕 也因为相同的切案手法 被警方逮个正招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将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好 薛玉萍看到呢 贼心该背 虽然他用体司成功勾走了钻戒 但最后还是被移送法班